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兩條方程式 兩條圓一次的方程式也就是在平面上面有兩條線 它會構成的關係先來看 這個我們前面的這個作業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點AB他在這條直線上也在這條直線上 這個在2X-Y上等於1上面也在3X加Y等於9上面 那要求這個點AB的作標 那它是什麼意思 其實我們在前面已經介紹過點在直線上代表你把AB帶進去這條會成立 所以其實你可以寫成 2A-B等於1 A跟B都帶進去 3A加Y等於9 這一條會成立這一條也會成立這不就是連力求減嗎 那其實你也根本不需要把AB帶進去 對不對 它其實就在解什麼 在解2X-Y等於1和3X加Y等於9 你把這個XY解出來的值就是AB 那很奇怪的是 這個老師們可能不見得會 理解 就是 有的時候你跟學生 你出這題給學生他會算 你出這題給學生他就不會算 其實是同樣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 學生他在學習的過程中呢 可能他並沒有真的學懂 那只是因為老師拿了很多連力求節的題目給他算 所以他算習慣了 他就知道怎麼算 就是這個 2X-Y等於1 3X加Y等於9 上下相加5X等於10 X等於2 Y等於 3 這樣就解出來了 可是其實他並不知道這個 有一個 數對AB 是他的 在這條線上面是指 這個值帶進去他會成立 那或者說你就算明白跟他講這個是他的解 這個也是他的解 他也沒有想到要把他連力求節 所以這就是 沒有學習 沒有把這個根本的道理吸收起來 只是因為練習了很多題目會算 就會有這種問題 有的題目他就會變換這種方式 變換敘述去說明 那這個不叫變化題 他其實就是在考你 最基礎的這個邏輯有沒有動 所以說兩條線 兩條線他在平面坐標上面我們來稍微畫一下 2X-Y等於1 所以Y等於2X-1 通過0-1而且邪律是2 他的下一點是11 這一條 還有另外一條是個 3X加Y等於9 所以Y等於-3X加9 所以他會通過09這一點 然後邪律是-3 在 圖形裡面有某一個點AB同時在這條線上也在這條線上面指的就是他的 焦點 所以可以把這件事情寫在你的筆記本上 就是這個 連立兩條方程式求解 箭頭 他就是要你去 找他的焦點 圖形上的焦點 就是連立方程式求解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這個 可以嗎 所以你找出來的AB就是他的焦點 那麼 我們 來看看一些連立的方程式 比如說這一條 這個 2X加Y等於3 4X加6 2Y等於6 如果你去解解看 那如果你對前面學的 夠熟悉的話 你會發現 他的X是變兩倍Y的係數也變兩倍常數也變兩倍 那我們之前講過這個 X的比 X係數的比跟Y係數的比 如果一樣 而且如果又跟常數的比一樣的話 那麼 那麼其實他 這一題會怎麼樣 會無限 錯了 對 會無限多足解 那我們那個時候有說什麼叫做無限多足解 解連立方程式的時候我們希望找到有一個X跟一個Y 這個X跟Y帶進去使得上面這條會成立下面這條會成立 那為什麼這樣子會無限多足解呢 因為你會發現上面這條跟下面這條呢 就差一個倍數 你把上面這條方程式等號兩邊同乘2就變下面這條 換句話說看起來是兩個方程式連立球結 其實只有一條方程式 一條方程式是沒有辦法解出 確定的X跟Y的 你會找到一大堆都符合2 X加Y 等於3 比如說這個 11 X是1 Y是1 或者是這個 03 或者是1.52 一大堆點都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有無限多足的解 那就是因為其實你這兩條方程式只是一條 所以如果以圖形上來說呢 以圖形上來說的話 這個 我把它超過來了 2X 加Y等於3 4X加2Y等於6 以圖形上來說如果這個是一條線 這個是另外一條線 你去試著做圖你會發現 2X加Y等於3 Y等於-2X加3 過03這一點 係數是-2 寫率是-2 那 你會發現這一條是L 然後你又去找M 或者是我們也可以用點協式啦 我剛剛有說他會過這個11和 03嘛 所以會過03跟11 應該在這裡 會過03跟11 然後你看這條線 他也會過03 有沒有 也會過11 有沒有 所以這條線既是L 他又是M 我們剛才說 這樣子的這兩條線這兩個方程式其實是同一條方程式啊 所以其實這兩條線其實當然就是同一條線 所以我們在這個如果你前面有抄筆記 我有叫你寫這個A比等於B比等於C比的話 會有無限多竹節 底下寫上這一句 當他這樣子的時候呢 你去做他的圖他的圖形 會重合 也就是兩條線其實是一條線疊在一起的 疊在一起那你要會符合這條線又會符合這條 你要會符合這個方程式又會符合這個方程式的解 就有好多個 既然你疊在一起 好我們剛剛說 求解 聯力求解就是在求焦點 也就是說有某個點 既在這條線上也在這條線上 好多 每個點都是既在這條線上又在這條線上 這樣就是無限多竹節的意思就是重合 兩條線是同一條的意思 那來看另外一個 如果2x加3y等於5然後4x加6y等於7 你會發現他的A的比 依然會等於B的比 好 這個2跟2變4變2倍3變6變2倍可是不等於C的比 那會怎麼樣呢 好我們之前有在這個解方程式的時候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會無解 我們那個時候說呢你可以把它變2倍嘛 你可以把它變2倍你把第一條變2倍你會得到 4x加6y等於10 那也就是說我需要有一組 xy他帶進去會使得4x加6y等於10 又會使得4x加6y等於7 不可能啊因為10不等於7啊 所以就找不到這一組的x加6y 那在圖形上的話呢 好所以你會發現怎麼樣呢 這一條線跟這條線 現在我們只是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是平行的 那平行的話呢 這兩條線平行 我們在這裡學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五解的底下 寫這個圖形 平行 圖形 冒號平行 然後在這個平行下面寫這一句 平行會怎麼樣呢 在圖形上面他會平行也就是說 我這麼走 我這麼走你也跟我這麼走 你跟我是走一樣的 斜度可是我們兩個是不一樣的位置 所以平行的話呢 斜率會一樣 那我們前面講斜率是什麼 斜率就是x增加多少y會增加多少 那這個東西怎麼來 我有提到過你用這個 你假如把它換成斜結式的話呢 這個換成斜結式 那我們來換換看好了 把它換成斜結式 3y等於-2x加5 所以 y等於-3分之2x加5 他的斜率是-3分之2 如果把這條換成斜結式 這個6y等於-4x加7 所以y等於-6分之4 也就是-3分之2x加 6分之7 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他的斜率也是-3分之2 那也就是說你在算斜率的過程中 你會發現你是把這個x移到對面去 然後把y的係數除過去 所以其實斜率的來源 是這個x係數的比跟y係數的比 這兩個的筆子和這兩個的筆 那今天你這個放大兩倍這個放大兩倍 你這個筆是2比3這個筆當然是2比3 那我們還沒有學比例啦 在這裡先稍微說明一下 所以說呢這個斜率會平行的話 會平行的兩條線 他的斜率傾斜的程度會一樣 他x跟y的這個係數的比例會一樣 有沒有變兩倍這個就變兩倍 2比3 2比3 所以呢 這樣子的話呢這個xy的相對係數就會一樣 這樣子他就平行的 那平行的 線 有一條線跟這條平行 他有好 這樣子的線有很多條 那其中有一條很特別 就是他剛好跌到他身上的話 那他就會跟他重合 那要跌到他身上就變成你這個要放大兩倍這個放大兩倍這個也要放大兩倍才會剛好跟他重合 如果像這個這樣子 他a的比 有等於b的比 所以他有平行沒有錯 可是沒有等於c的比的話 他就不會剛好跌在他身上 那他們這兩條線平行 我們有說 連力求解就是要去求到一組xy 符合他又符合他 也就是要去求到一個點 這個點的x值跟y的值要在這條線上面又要在這條線上面 那既然這兩條線平行 他們就不會有焦點 所以 這樣子你就找不到這個點 在圖形上呢 他就平行 平行就是 沒有焦點 無焦點 也就是你要去求解這個連力方程式的解就會無解 把這個也寫在下面 平行就無焦點 無焦點就無解 所以在方程式的圖形上面 如果你x的這個比 y的這個係數的比一樣 結果跟常數的這個比不一樣的話 他的圖形會平行 那平行斜率就一樣 平行的話 這個就找不到焦點 找不到焦點就無解 可以嗎 那這個部分是學校一定會教的 所以這也是 我納悶的一點 就是又不教寫律 又要教平行 但是 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從平行的這個姿勢 延伸出來 這個來看下面這個立體 如果有一條直線 他跟這個平行 那通過34 求這條方程式 學校老師就會跟你說 如果有一條直線 他跟這一條線平行 那他的x的係數跟y的係數就設的跟他一樣 所以你就把他設成 y等於 負2x 那常數不一樣 加 比如說加11 這樣子 然後帶這一點進去 可是 為什麼 為什麼可以這樣設啊 如果我們 如果我們前面教斜律 你有理解的話 那我剛才有說明 所謂平行 平行就是斜律會一樣 斜律會一樣 所以他x的比跟y的比 x係數的比跟y係數的比會一樣 所以當你搬成斜結式的時候 這個地方 負2 他的斜律 有一條線跟他平行 那這條線的斜律應該也要是負2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設成這樣 所以如果你斜律有懂的話 這件事情就 比較好理解 有一條直線跟他平行 你就把 他的x跟y的係數直接抄下來 y等於負2x 那我的習慣都寫加k啦 然後把34帶進去 4等於負6加k 所以k等於8 所以這一條直線 是y等於負2x加8 這樣子 可以嗎 平面坐標的問題 對學生來說 其實很抽象 要講解的東西有很多 所以我們從開始上第2章 到現在出了第1堂課 我們介紹了這個心臟的功能之外 我們就沒有閒聊了 好可憐 好那利用這個短短的時間 來問大家一個問題 那這個 不知道大家在小時候 或者是去動物園的時候 或者是聽大人在講 有沒有聽說過一個道理就是 斑馬身上為什麼要有黑白條紋 那大人就跟你說 這個是他的保護色啊 斑馬有黑白條紋 是他的保護色 可是如果你們有看過電視上的影片 斑馬在這個非洲 非洲蟒猿 上面奔跑 整個非洲蟒猿都是黃黃的 黃橙橙的 黃色的草 黃色的這個灌木蟲 然後 黃色的夕陽 這樣子也沒有什麼綠樹 有綠樹嗎 感覺連樹的葉子都是黃的 可能有啦 但是就是黃黃的 一片黃黃的 那這樣子一片黃黃的 蟒猿上面有一隻動物 他的顏色是黑白相間的 這樣子不是 很明顯嗎 這樣子怎麼會算是保護色呢 大家有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呢 先想一想 我們來解完這四題再跟你們講答案 看一下第一題有一條直線跟這個平行通過這個點球的方程式 我們剛才講過啦 我們剛才練習的那條線的 寫法直接就符合斜結式 它是這個Y等於 剛剛是多少 負2X 負2X加K 這樣子 那這個是 直接就符合斜結式 所以我們知道說 它的斜率是負2 有一條線要跟它平行 斜率也是負2 現在這條線它沒有寫成斜結式 然後它說有一條直線會跟它平行 其實我們不需要換成斜結式 我剛有提到 你可以想像 如果這個 X的係數和Y的係數比 是這樣子的比例的話 它換出來 變成斜結式的時候 這個斜率就會一樣 所以呢 其實我可以直接 就使用他們的係數 我就可以設它是 2X加Y等於 K 所以我也不一定要寫成斜結式 那 把兩點帶進去 所以4加3是7 所以這個K是7 它的答案是2X加3Y等於7 如果你們是寫在考卷上 不要像我這樣直接串改它 來第二題 這個 把這一條圖形平移會過點67星方程式 那就在這裡呢 只是要跟大家講 它是敘述上的不同 這一條線 那我把這一條線這樣子 到處移來移去 那你會發現我移來移去 我這個傾斜的這個斜率都不會變 對不對 我手控制的不太穩 但是它是不太會變 所以平移的話呢 來 在這裡寫 平移的話 你可以把這一些題目 我們這四題都可以插在筆記本上面 平移的話呢 這個斜率不變 斜率不變的話 就仍然會 平行 對不對 而且怎麼樣 X和Y的係數不變嗎 就平移 所以平移的話呢 那我一樣可以把它設成 X-2Y等於1 不是等於1 等於K 然後把6跟7帶進去 所以6-14等於-8 K是-8 所以 X-2Y等於-8 這是它的新的值 可以嗎 就是說它既然平移 所以它的斜率不會變 斜率不會變的話 X-Y係數無變 我就把它設成是這個 那這個時候我都不知道這個K是多少 但是它告訴我會通過6-7 所以帶進去 這樣K就會出來 有這條直線 2X加3Y等於5 整條線向右移3單位 向下移6單位 其實關於線的移動 有一種特殊的方式去描述 但是我們不教 真的 我們為什麼會教斜率 因為它太實用 因為它不會那麼難動 那 我們 老師並不是說就是 我能夠多教就多教 然後讓大家好像學了很多 很厲害 這樣顯得哇好像很厲害 其實這個 我們就是以實用為主 所以 其實線的平移有一種特殊的寫法 但是這個我們就不教 那我們在這個問題裡面呢 你用一個角度去想 就是我先找一個點 先找會過這條線的點 先找一點 先找這個L就這條線 先找一點會過這條直線 哪一點呢 來看看啊 2x加3y-5 等於0 所以2x加3y就等於5 所以11 對不對 我先找到了11這一點 這一點會過這條線 那麼 11是現在這條線上的某一點 2x加3y等於5 畫起來大概會像這樣子 2x加3y 所以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 斜率是負的不到1 那 於是呢這一點 他上面有1.11 那麼在這條線平移的過程中 他說這一整條線 向右平移三單位向下平移四單位 所以他原本會過11的 那他這條線向右平移三單位 123 向下平移六單位123456 他原本會過11的 他後來應該會過 我們就等於是你把這個11這一點也向右平移三單位向下平移六單位 他會跑去 哪裡 x向右加3向下y-6 所以他會跑去 4-5 這一點 所以我們剛剛講第一步 挑到一點 過了 這一點找到是11對不對 那麼 第二 平移 平移這一點 平移11 向右 3向下 6 會跑去 4-5 第3步 我寫在下面 寫在這裡 第3步 第3步就是他等於就是要找一條線會平行 2x加3y-5 找一線呢 這條線就是 是 他要寫照 寫不嚴一點 他要求一條直線 他會平行於 2x加3y-5等於0 又 過 點 4-5 那麼把這條直線找出來 那就是我們剛才 教的了 所以怎麼做 2x加3y這個係數照抄 等於k 把4-5這兩點帶進去 8-15 等於7 負7 所以是2x加3y 等於負7 8-15 等於k 等於負7 所以 2x加3y等於7 這個老師寫算式的時候有時候都會省略步驟 那 你們自己在寫的時候呢 你要確定你會 然後 看你們老師能夠接受你們到寫到多省略 但是重點是你要自己要會 斑馬他 黑白相見然後在 黃色的蟒圓上面為什麼還有保護色的效果 那這個答案其實是因為 獅子是色盲 獅子沒有辦法分辨黃色跟這個白色 就是 他的 他沒有辦法辨別黃色這個顏色啦 或者他沒有辦法辨別白色 總而言之黃色 比如說這個淺黃 黃色 深黃 對獅子來講就跟這個 淺灰色 灰色 深灰色的意思是 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斑馬是黑白相見 然後草是黃的 深 很多草是淺黃色深黃色的草 那 在獅子眼中就全部都是一樣的 就是 淺黃深黃 淺黃深黃 或者是就是 黑灰黑灰 我也不知道他看起來是怎麼樣 那所以說 獅子身上的直條紋 就可以跟這個蟒圓裡面的草 長很長的草 或者是這個灌木的線條 垂直的線條 產生這個混淆的效果 那就具有保護色的效果 那麼 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啦 喔 喔